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1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421期 昨天晚上呢 马斯克在他自己的这个平台就是X上面 我们原来用的这个推特啊 他采访了川普 那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就连左派的很多媒体啊 CNN啊 纽约时报啊 等大量的这个美国主流的左媒媒体呢 都不敢说他们这个采访是失败的 只有左派有一个网络媒体叫Politik 她发表了一篇女记者的评论 这个评论的题目呢 很爽人听闻 吸引人眼球的 叫做大灾难 那么她指的这个大灾难并不是他们访谈是大灾难 她说的大灾难恰好是指马斯克的这个X平台呢 在采访川普开始之初呢 遭到了骇客攻击 那么原定是昨天晚上八点钟的采访啊 那就推迟了 但是她本人这一片所谓大灾难的这个评论啊 大量的介绍了马斯克和川普里面对谈的内容 等于还是为川普打了广告了啊 那么这一场对谈呢 一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呢 相当相当的成功啊 在网络上面 线上浏览量就达到了1.13亿 有1860万人在线上收听 一共有44万人点赞 川普她重回推特啊 仅仅是几个小时 她的粉丝就增加了100万 马斯克在直播结束后 大概10小时左右 她发表了一个推文 她说她跟川普的对话 以及随后其他账户的讨论的综合浏览量 达到了什么 达到了10个亿 所以这是不得了的数字啊 你想想看 美国一共才3亿人啊 居然有10亿仁慈观看讨论了他们两人这个话题 那这个话题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也就是这个流量辉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马斯克和川普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啊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什么 都是心高气傲 都是属于这种强势之人 相当一段时间这两个人互相看不起啊 互相诋毁对方 谁也不让谁啊 就是说强者 他从来不复苏的嘛 但是呢 马斯克为什么和川普能走在一起 主要是美国的现状 让这两个人都感觉到美国不能再堕落下去了 美国现在加速的南非化 被迫这两个人都收敛他们自己呢 针对对方的个性 如果是一年前 你是很难想象川普和马斯克 他们两人能面对面坐下来 还搞什么采访聊天呢 因为在一年多之前 川普和马斯克两人是互相对骂 隔空对骂 马斯克在推特 川普在他自己的那个真相平台 差不多他们两人打嘴仗 打了有两三个礼拜 马斯克最后直接骂川普就是神经病 川普回骂马斯克你就是个白痴 那么你想想看 一个被骂成神经病 一个被骂成白痴 最终这个神经病和白痴 怎么两人走到一起 怎么两人能坐在一起呢 那我们从马斯克这边说起啊 马斯克的政治诉求和川普具有高度的重合性 马斯克反对非法移民 反对边境造成的各种不安全 强调美国优先 强调言论自由 强调小政府减税 反对性别多样化 尤其是反对对未成年孩子 就是随随便便没有经过父母同意 就给这个孩子变了性 因为马斯克就是深受其害嘛 他的大儿子就是一个未成年人 然后在学校老师的鼓动下 最终就变成了一个女孩 而且跟马斯克决恋了嘛 所以说对于马斯克 他在遭受了儿子莫名其妙变成女儿之后 他这个心相当相当的受伤啊 更何况马斯克一再强调自由贸易 而他所追求的这些政治诉求 在民主党统治和执政下一样都看不到 几乎马斯克的政治诉求 跟民主党现在所执行的政策 都是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的 那么只有川普如果进入了白宫 那川普的这个理念和川普执政的这个风格 跟马斯克两人就对上了 所以这是马斯克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斯克他最近他是谈过 他为什么要选择支持川普 他支持川普一共有七大原因 他具体的一一把他摆了出来 他说第一个 当川普脸部中枪后 马上握紧拳头高喊战斗的时候 马斯克说他感到非常正经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可能一个人在突然被枪自杀的这个过程中 他能够假装勇敢的 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美国的精神 是美国推行的领导人 第二个 马斯克就强调 美国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美国在全球是有领袖地位的这么一个大国 美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勇敢 而且有担当的人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川普毫无疑问 他具备这种能力和气质 第三个 他说 他需要有一个强硬的人 来对付那些本身就很强硬的 其他国家的世界领导人 而拜登他连爬楼梯都困难 走路都喘吁吁 尽量电站倒是 话都讲不清 他怎么能跟那个中枪后第一时间就站起来 喊战斗的这个川普能比呢 所以马斯克认为这一点 川普也是跟拜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四个 马斯克就说 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安全的边境 目前美国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美国 给美国的就业市场和社会治安带来了大量的冲击 比如说马斯克他的几个企业 SpaceX公司或者是特斯拉公司以及推特公司 他都不可能去用那种非法移民 因为非法移民懂基础的人很少 只会呢纯粹的出体力 他的几个公司里面用于那种纯粹出体力的这种员工呢 是非常非常数量有限的 而因为马斯克不使用非法移民 遭到美国国会左派对他的抨击 美国民主党执政当局甚至对马斯克要处以罚款 理由就是他不雇佣非法移民 马斯克就说非常非常荒唐 我作为一个美国的企业 我雇佣美国公民还来不及 给美国公民提供就业 我还不能够保证有那么多岗位 怎么可能轮到非法移民呢 但是正是因为马斯克这种正常的心理 反而受到民主党的处罚啊 因此马斯克你觉得他能对民主党这项政策满意吗 第五个就是马斯克希望能提供一个安全和清洁城市的人 因为马斯克他的总部 大量的他的公司总部 都是在加州湾区就是旧金山 而旧金山几乎是美国现在最脏最乱最差的这个城市 无论是自然还是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脏乱差 都让马斯克每次开着车他都走不下去啊 所以他必须要寻找一个能够把美国城市保持安全和清洁的人 显然这跟川普的理念又是一致的了 第六个马斯克认为川普是削减开支的最好人选 他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 现在美国人每个家庭他们每个月的支出 已经远远超越他们自己承受的范围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支出还在增长 美国的国债还在增长的话 那美国这个国家会被掏空的 第七个就是马斯克非常赞同川普要削减官僚机构 削减华盛顿地球沼泽里面大量的这些臃肿范园 这些人给国家带来了嘛 带来了大量的负担 所以他希望美国是小政府而大社会的人 所以呢马斯克所有的想法 跟民主党现在执政的理念完全是相背的 因此来讲马斯克认为只有川普能做到这些 这是他支持川普的理由 那川普为什么选择马斯克呢 所以我们要看川普他对马斯克他为什么那么信任 因为川普绝对需要马斯克的推特平台 和作为美国首富的影响力 因为推特目前来讲是几乎所有媒体里面 唯一还能让你表达正常声音 能够不受左派强大的这种压制和干扰的 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 显然呢川普是非常重视马斯克收购的推特 因为马斯克收购推特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大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是越来越大 马斯克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撕破了美国主流媒体 对所有舆论的垄断和歪曲 而川普呢正是美国左媒最需要打击的人 也就是大量的抹黑倒脏水 都是美国大量的媒体对川普的进行丑恶化脸谱化 那么左媒对川普进行的几乎是完整的扭曲和封锁 我已经抹黑只有什么推特 他还能让很多人通过推特这个平台 看到一个真实的川普 所以说川普要想扩大自己的政策面 就必须要突破美国主流媒体的封锁 而这一家的武器显然就是马斯克的X平台嘛 因此川普面对马斯克显然就要收敛他自己的那种狂妄的个性 那么这两位美国很强大的这个巨人 他们两人选择强强联手的话 就可以让美国推进川普所理想的买打推进美国再次伟大呢 这两个人就可以有效的结合了 所以呢马斯克多次邀请川普你可以重回呢 重回推特平台 因为川普推特呢他本来在他上一个任期里面 川普完全是被称为叫推特之国 他最喜欢发推特了 他一天抛在推特上的时间都有好多个小时 那么等到他那次大选的时候就是2020年大选的时候 他是被当时的左派媒体的推特是完全封杀的 从那以后川普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推特 哪怕马斯克他收购了推特 他解封了川普的账户以后 川普也从来没有回过推特 马斯克呢多次邀请过 那么最终这两个人商定 从昨天晚上川普接受马斯克的采访 采访之后呢川普就说他回到推特 那么川普呢现在通过这次采访 已经达到十亿的流量之后 川普已经在推特上重新出现了 那么川普重返推特他做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取消了对原来他认为是叛变了他的副总统彭斯呢 取消了对彭斯的follow 同时川普呢通过昨天的重返推特平台 有十亿人的这个观看的流量 川普现在正式公布了 他自己即将在2024年大选 如果获胜之后 他对美国在他自己的任期里面 展开他自己的施政纲领 一共公布了20条 这20条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我来跟大家具体的介绍 川普如果赢下白宫 重新回到白宫以后 他执政的这个20条 将会给美国带来哪些巨大的变化 这20条是不是你所希望和你所期待的 也就是我认为川普施政纲领的20条 任何一个正常的美国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都不可能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因为这太是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一个正常秩序了 首先川普提出的第一条就是封锁边境 阻止非法移民入侵 川普说绝对不允许那种没有经过美国政府同意的 非法移民就可以随随便便进入美国了 你如果想进入美国请你合法申请 即使是你不能够获得美国签证官 在全球各个美国总领事馆大使馆 发给你的正常的签证 你通过走线你想进入美国 你也需要等待在墨西哥 由墨西哥设置着美国的重展段 你提交申请以后得到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审查 经过批准以后你才可以进入美国 这种非法突入美国边境 大规模的像盲流一样的涌进美国的这种现象 在川普执政的第一天就会绝对被禁止 任何没有经过批准的人 你是再也进不到美国 进来一个就抓一个 这是川普的第一条封锁南部边境 阻止非法移民入侵 第二条对拜登已经大量的放进美国 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万的非法移民怎么办 川普说他会采取历史上最大的驱逐非法移民的驱逐行动 也就是对已经进入美国的 拜登放进来这一千五百万非法移民 对他们的身份进行调查和鉴别 凡是认为是有犯罪记录的 有暴恐行为的 有各种伤害美国或者在美国有过犯罪行为的 对美国社会秩序有过任何破坏的 这类人一律在清理范围内 至少要把这些人里面对美国有各种安全隐悍的人 全部什么 全部要驱逐住美国 川普说这在他上任第一天 他就会做这件事了 那么第三个川普强调的是一定要结束 自拜登以来的给美国造成的巨额的通货膨胀 因为现在美国每个家庭 他每个月的支出最起码要多支出五百到一千美元 这对很多家庭尤其那种中低收入家庭 他已经是不堪重负 川普一定要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让美国普通的家庭他们的这个收入能提高 而他们的支出能降低 使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呢重回富裕 这是川普的他提出的第三条 第四条川普提出要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生产制造大国 要让美国成为能源主导国 美国自身就有能源供应的能力 根本不需要从国外去采购 对拜登主动关闭美国输油管道 造成美国几十万石油工人下降的这个事 川普要拨乱反正 要重新开采美国的石油能源 让美国自欺自足 美国本身就是世界上石油储备储量非常大的 可以讲 生产能力一旦跟上的话 甚至美国能成为世界上第一能源生产大国 凭什么自己地下有的那么多石油保障 还要大量去进购别人的石油 美国受别的国家的盘剥呢 所以说呢 这是川普呢 就是要把能源生产放在美国重中之重 第五个就是川普要求完全停止制造业外包 要让美国回归曾经的制造业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也就是美国完全有制造能力 美国有大量的产业工人 最终都是因为左派和民主党推行的全球化的政策 把美国的制造业全部外移到亚洲 外移到世界各个国家 导致了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 大量的美国产业工人全部下岗 他们都沦为贫穷的边缘 所以川普呢 要恢复美国的制造业 让美国重新把在制造业上面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六条 川普提出要大幅的减税 美国人呢 喜欢在消费之后呢 给服务生呢 付一些小费 川普就提出小费不能够加税 而对所有的中产阶层和那种劳动者阶层呢 对他们要大幅减税 让他们自己呢 尽量少交税 能够把大量的收入呢 用于自己的家庭开支 我相信这任何一个美国家庭都会拥护这条政策的 因为什么 我们每个月每年 我们所交的这些税 科捐扎税越来越多 而民主党就是大量的征税嘛 尤其中产阶层从他们的头上收刮 所以美国的所谓中产阶层 实际上是这个国家里面税负最重的这个家庭 任何一个中产家庭都知道自己家里面承担了多少税 我们家在美国就是标准的中产家庭 我们每年交的税都很多 我太太是做会计的 每个年到了交税的时候 她一结算 让我一开支票 这个地方开几千美元 那个地方开个一万美元 哪个地方开个几千美元 也就是乱七八糟的税一交 你一年一个家庭的税负至少是好几万美元 这是美国大部分中产家庭 越来越要交 年年要交的 川普如果下降我们的税负 显然什么 显然是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降低了我们的支出嘛 第七个川普提出必须捍卫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权力和法案和保障我们的基本自由 保证美国基督教以基督教为首的宗教信仰 以及保留和携带枪支的权力 包括呢每个人的言论自由 每个人武器携带的自由 这是川普呢 他要保证美国公民 你有言论自由 你也有携带武器的自由 你有你自己的宗教自由 这一点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是追求的 因为什么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和你永强的自由 这才是保证你自己家庭和你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 你的自豪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 它那么崇尚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和永强自由的 而民主党恰好是要封锁你这些自由嘛 你看看在民主党领导下 现在已经是大规模的空腔了 控制你的言论了 限制你的宗教了 现在中小学哪一个孩子还敢讲说 我去信仰基督教 我可以去做祷告 全部给你取消了 所以川普要恢复 因为美国的伟大就在于什么 在于国父们按照基督教的这个原理 按照基督教的教规治国的 所以说 美国本身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国家 但是200多年以后 美国现在你还能成为是民主灯塔 是天使国家吗 第八个川普是要求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要恢复欧洲和中东的和平 并建造一个巨大的铁穹导弹防御盾牌系统 覆盖整个美国 也就是必须让美国处于巨大的保护状态 并且这个铁穹导弹防御盾牌系统 完全由美国百分之百美国制造 确保美国自身拥有巨大的什么 巨大捍卫国防的能力 第九个川普要求结束政府的司法武计划 那这一点就不言而喻了 就是包括2020年1月6号对这个所谓国会大厦 有几百个美国公民现在已经被民主党把他们制罪 这显然就是司法武计划 至于川普本人身上一共被了90多个案子 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司法武计划 那么作为一个政府是不可以把司法 用着武器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的 法律应该回归他自己的神圣 也就是法律就是法律 他不对任何人有特权 他不对任何人有偏袒 在法律面前人人都能平等 每个人都按照法律的规范去生活 这是川普呢要追求什么 追求法律的公平化 第十个川普提出必须制止移民犯罪泛滥 必须防止外国贩毒集团 要粉碎各种黑帮势力 尤其是那种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些暴力罪犯 绝对不允许随便就假释 就随便把他们放在社会上来了 对于那些暴力罪犯 原来法庭对他们处罚是多少年 那就应当执行法律对他们规定的刑罚 不允许任何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 随随便便就假释罪犯 这是川普提出的制止暴力犯罪的问题 第十一他要求是重建我们的城市 恢复我们的城市美丽 包括了华盛顿特区 把华盛顿特区要建成安全 整洁和美丽的城市 因为川普在华盛顿地区生活那么长时间 他简直是不肯忍受 华盛顿地区被民主党治理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垃圾厂 甚至这个民主党在华盛顿特区能够规定 非法移民或者乱七八糟的人 你可以睡在马路上你可以随机大小便 甚至对他们随机大小便都认为是合法的要保固的 所以说整个首都被搞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啊 所以川普就一定要嘛要恢复城市的美丽 尤其是作为国家首都的对世界开放的明天城市 华盛顿特区 这里必须要建成干净整洁美丽的城市 第十二条川普提出必须建设加强美国现代化的军队建设 毫无疑问来讲 美国的军队要始终保持在全球最强大最有实力最有战斗力 是属于完全是劳不可破的一个军队 这支军队可以达到首相披靡 在任何时候美国军队的出身就意味着胜利 所以呢川普他对美国国防对军队的强大投入 正是标志到美国在全球引领全球的能力 所以军队的强大国防的强大才是你这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嘛 第十三条川普提出要储备货币 要保持美元始终成为世界货币 全世界都必须把美元当做什么 印度国美元要建设成为全世界 大家人人想保留人人所追求的货币 你这个货币自身要有这个价值 你没这个价值谁保留你美国货币的 所以对美元的保护把美元打造成全球第一货币 这是每一个美国政府任何一个总统执政 神圣保留的不可忽略的一个责任 因为美元的强大才是美国的强大嘛 第十四个川普提出要争取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 不削减任何开支的情况下 同时也不改变任何一个退休年龄 因为过去呢民主党曾经想推行一个政策 就是改变人们的退休年龄 把人家本来67岁的退休年龄想把它退迟到70岁 那对于很多受命活不到70岁的人 那如果你叫他70岁才可以领退休金的话 那他不是白交了一辈子劳保了吗 所以川普讲对于原来美国国家已经规定的退休年龄 完全予以保留绝不随随便便推迟一天 第十五项川普是要求消减繁重昂贵的各种所谓绿色能源的法规 取消电动汽车的强制令 因为过去美国是要求的嘛 到2035年所有的这个燃油车 削减到只有美国所有汽车存量的一半 到2050年美国地面上面就没有一样燃油车全部是电动车 川普讲削减掉这个强制令 你想买电动车就买电动车 你想买燃油车就燃油车 怎么发展由厂家来决定由市场来决定 而不是政府强制要求把燃油车退出市场 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对于所谓绿色能源那种完全花费大量的 不必要的什么气候变难这种费用 川普就取消 对于电动车的发展 川普照样给予支持 只是呢 不会因为支持电动车就限制燃油车 燃油车和电动车你们并驾齐驱 老百姓想买哪个就买哪个 不存在哪一个要消灭哪一个的问题 第十六条川普是要求 如果公立学校现在还在推动性别意识形态 以及其他推动批判性种族理论 激进的不当种族理论性别和禁止而同 他出别的政治内容将全部会被联邦政府削减他的资金 任何学校历尽什么让变性啦 什么这些种族批判啦 你是得不到联邦政府对你的教育资金的支持的 川普是要取消联邦政府的教育部的 把教育的权利归回各州 每个州自己来决定你们自己的学校 是否你们要推行种族仇恨教育 推行孩子要变性 对于所有这个变性川普是完全予以否定的 在第十七条川普就说 要绝对禁止男子参与任何女子体育运动 第十八条川普提出要确保大学的校园安全 要推一场在大学里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要驱逐那些支持哈马斯的基金分子 所有支持哈马斯支持恐怖主义的任何在校里学生 将会被学校里面开除驱逐出美国 我们希望我们的校园里面能保持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第十六条川普提出保护选票投票和选民的这个选举安全 任何选民必须提供他们的身份证明 用纸质文件保障我们的选举 包括投票当天就应该产生投票结果 也就是保证选举的安全和公平 第二十条川普提出要实现创纪录的成功水平 团结我们的国家 团结欧洲 团结世界上所有向往美国民主灯塔的国家 最终创造美国再次伟大的新纪元 这就是川普施政的二十条 你从这二十条里面去看 川普哪一条不深入人心 有哪一条你觉得你不支持 你觉得哪一条川普讲的不对吧 而对比川普现在民主党的这个竞选人哈里斯 哈里斯是没有任何施政纲领的 他在川普和马斯克对谈之后 他也发表了他的言论 他说川普这治国的二十条 是二零二五年美国奖迎来的灾难的二十条 他自己没有任何施政方案 他就完全就否定川普 他拿不出任何施政方案 媒体问他说那你就拿出你的这个施政纲领 你觉得川普讲的不对 那你的施政纲领是什么呢 他唯一告诉媒体就说 川普怎么做我就反过来 你去看看所有哈里斯和拜登 他执行的政策还真的是川普讲的反过来 比方说川普反对男子参加女子运动 而拜登和哈里斯就要推崇 男子变性你就可以参加女子运动员 也就是一个男的你认为你是女的 你就可以参加女子运动了 那么最终就是那些真正能够按照女性 来参加次举运动的人 就被这些不男不女的人就彻底打败 这是民主党所追求的 而南部边境就更不用讲了 川普要封堵南部边境 而拜登和哈里斯要大力的引进非法移民 这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哇 至于在学校里面 对那些年轻的年幼的中小学生 要求他们变性了 要求很多孩子他们从小就有什么仇恨的种族教育了 这都是民主党所推行的哇 而美国很多大城市给民主党治理的是脏弹差 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 华伦敦地区 纽约芝加哥 你去看看这些城市 你觉得这是美国的城市吗 可以讲第三世界甚至是非洲的城市 可能都没有那么差 而纯粹作为美国公民现在是痛心疾首 真正对美国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公民 反而民主党政府对他们身上没有给予什么福利 而非法移民他们大量的对他们事与福利 整个2023年拜登政府为无价可归的美国退伍军人 一共只花费了30亿美元 但是他们为非法移民他们提供了660亿美元 是美国退伍军人的20多倍啊 所以说你想想看美国曾经为美国奉献的那些军人 因为自己的各种经济状况导致了无价可归 他们只获得了一年度美国政府只给了30亿美元 对他们的这个辅助而非法移民给了660亿 非法移民难道比美国军人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荣誉更高 给美国创造的贡献更大 更需要美国政府在他们身上花费更多的钱吗 而哈里斯挑选的这个副总统沃尔兹 沃尔兹真正有词的批评川普这个政策不对 那个政策不对保护美国人任何政策不对 而他沃尔兹能正确吗 沃尔兹是一个到中国旅行过30多次 并且口口声声告诉别人他在中国遇到的待遇 是他一生中获得的最高的待遇 他从来没受到过那么好那么荣耀对他的一个接待 就是中国政府和在中国他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愉快的中国的旅行画面 他能够是一个出物理而不染的人吗 一个当部队调防伊拉克他马上就当了逃兵的人 你认为这个人是会爱国的吗 一个专门推动黑命贵运动打砸抢烧 把整个明里阿波利斯变成了吗 变成一个垃圾场的人 他会在乎你的城市安全还是不安全吗 一个签署了通过儿童可以任意变性法案 在男厕所男育室放女性月经棉条的人 他会在乎你的孩子是男是女 你的孩子会不会在未成年时候就遭到变性吗 一个滥发福利给非法移民的人 他会在意一个美国中产阶层或者是美国纳税居民 会在乎你的钱包 你的钱包里面钱多钱少管他什么事啊 所以说呢对于民主党的这两个竞选人 你从他们自己的个人表现就知道他们如果当选 他们如果治国对美国是不是一场灾难 而对于川普来讲可以讲川普从年轻时候 他本身对美国这个国家他就有他自己深刻的看法 川普在1980年34岁时候就接受了一个媒体的采访 谈到当时伊朗绑架美国人质时候 他就说为什么美国不派军队去解决我们被伊朗扣押的人质 当时是民主党总统卡特在执政吗 所以说川普就问为什么政府他不去保护美国公民 对伊朗这种公然攻击美国大使馆攻击美国公民的事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能够一忍再忍 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它们有很大的肯定 我认为了很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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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国家 能够成为了一个肯定的肯定 我认为了一个肯定 尤其是什么原因 尤其是色谜的 Andro 是什么重要的主要 pity 尽一otine 你能够建立的事情 我去怪我们的相对 是跟 closedclos的 CAM vapor 不是相信 you're advocating end that we should have gone in there with troops etc and brought our boys out I absolutely feel that yes I don't think there's no question I think right now would be an oil rich nation And I believe that we should have done it And I'm very disappointed that we didn't do it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have held us in abeyance 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have been angry with us And we had every right to do it at the time I think we've lost the opportunity For some people the ultimate goal in life Has been becom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you like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really don't believe I would run it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somebody as the President who could do the job And there are very capabl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Most people who are capable are not running for office Most men are frightened of politics today It is a shame isn't it? Yes It is a shame The most capable people are not necessarily running for political office And that is a very sad commentary on the country They had major corporations and they had this and that But they are not running for political office Why wouldn't someone like yourself run for political office? So you have all the money that you possibly need So you keep all the money that you possibly need 所以特朗普的指政風格就放在這 川普在上一次擔任美國總統之後 他走過來就送領導獻字 先斬首了伊朗革命衛隊的那個總司令蘇莱曼尼 也就是川普他根本不跟你多話 你伊朗你跟我們美國去挑戰 那最终对你伊朗就是送你伊朗领导先走 上次斩首就是苏莱曼尼 下一次可能就是哈梅雷伊朗 人家那个主持人就问川普 就是那你既然有那么大的报复 你为什么不来参选美国国家总统呢 川普讲说我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或者没有这份荣耀 投资在美国呢 优秀的人才很少有从政的 大部分从政的人都是属于自治平平 才能平民的人 所以我们美国呢被治理才是这样 这是川普当年年轻的时候的认识 因为川普他认为呢 美国有才能人是不会从政的 这在美国历史上呢 多年来就形成这么一个惯例 这主要是美国先父们 就是美国建国的国父们 对美国的制度设计的非常好 任何一个官员 你只要在美国这个制度下 按照制度去进行 你这个哪怕没有什么才能 才能平庸 但是你只要执行好制度 美国呢就不会差 而美国真正有能耐的人 大部分都在从上 很少有人从政的 这也是川普年轻时候 他看不上那些从政的人 他认为这些政坛当中的这些人 都是老游子 都是老混的 大部分都是骗子 你比方说 跟川普打牌的 这个六十多岁的布朗 布朗就是旧金山市的市长 这个人要么是跑牛 要么是赌钱 但是他在从政 他就当上了旧金山市长 他是民主党 加州当时的大佬 那个时候呢 佩洛西还没有发达 因此呢 在这个布朗 旧金山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最终什么 就跟贺锦丽搭上了嘛 贺锦丽就是因为对他投怀送抱 跟着他一起鬼混 最终呢 大佬日后提拔 才有了贺锦丽 担任了加州中检察长的一天 今天贺锦丽才成为了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所以说川普太了解贺锦丽的过去啦 这也是为什么贺锦丽看到川普 跟他犀利的老情人布朗在一起的照片 他就恨得咬牙净齿的原因啊 因为什么 那时候川普年轻时候 川普是从商 川普他本身就是亿万富翁 他的生计是非常成功的 他看不起这些政客 即使是政坛当地这些老游子跟川普在一起 川普从来没把什么当回事 他知道这些大部分的政客 都是什么 都是才能评评 都是鬼混日子 然后骗钱骗牛 就是鬼混一辈子的人 但是因为美国的制度优良 所以呢这些人鬼混也混得下去 直到川普自己晚年了 他都已经快到八十岁了 他才出来竞选 因为他觉得美国不能再烂下去了啊 几十年看下来 如果我们再没有人措手 再没有挽救美国 你准备让美国最终就堕落成维瑞瑞娜 堕落成南非嘛 所以川普是带着使命这次出征的 因此你通过川普和马斯克 昨天晚上他们的会谈 通过川普公布的二十大他的市政纲领 你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希望在川普身上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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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